作词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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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中最善良的时光 就像是水一样明亮 记忆里总有人坐在身旁 抚摸着我枯萎的肩膀 对我说红色不该遗忘 温度不迷茫 方向不倔强 不要对我说红色不该遗忘 温度不迷茫 方向不倔强 对我说永远永远 再次围绕着我 对我说永远永远 是不一样的生活 生命中最善良的时光 就像是水一样明亮 记忆里总有人坐在身旁 抚摸着我枯萎的肩膀 对我说红色不该遗忘 温度不迷茫 方向不倔强 不要对我说红色不该遗忘 温度不迷茫 方向不倔强 对我说永远永远 再次围绕着我 对我说永远永远 是不一样的生活 是不一样的生活 对我说永远永远 对我说永远永远 是不一样的生活 朋友们大家好 本节我来讲一下这首茶底世界 这首歌呢是一个四四拍子的歌曲 每分钟是八十拍 我们用这个C调的指法 编辑夹夹一品 实际音高呢是升C调 这首歌的和弦呢 其实只有四个比较简单 大家看乐谱上面 有八个是因为有另外四个呢 是跟这四个和弦实际上是一样的性质 前面的部分呢用了这种五和弦来伴奏 比如这个AM和弦通常是这样的 但是在歌曲开头的时候会用这种五和弦 我们在这里面演示这个158度 就是六弦五弦和四弦 对于这个A这个级数的和弦来讲是这样的 然后F结束是这样的 然后C和弦需要这个换琴弦 因为低音是五弦的三品 这个时候需要用这个食指按五弦 三品的时候呢给六弦置音 这样的话你扫起来才不会有 才不会有这种很浑的声音 这样的 这样的感觉 这样的感觉 然后呢 这个换了琴弦 从这个C和弦变到G和弦 串了一个琴弦 这个指形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A5 F5 然后C5 然后是这个G5 通常呢我们说这五和弦呢 比如拿这个G和弦来举例 这个是G 然后这个是一个G的五度音 只弹两根琴弦 但是呢为了丰富一下效果呢 我们会弹一个八度 就是这样的 一八度这样 电吉他呢是比较常用的这种技巧 或者一般称呼做强舞 就是比较强劲的这个五和弦 这样的一种效果 这首歌呢到副歌的时候 就开始变成完整的这样的和弦的扫弦 这个乐谱的编配呢 也是尽量根据圆曲音乐的这种律动感来编配的 这首歌圆曲的前奏呢 它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们开始前奏是这样的 然后呢这首歌的圆曲 在进入唱的时候实际上也是这样弹的 但是如果我们到最后呢 我们吉他弹唱只有一把吉他的话呢 会显得比较单调 这个时候呢在这个重音上面 我保持了原来的这样的一种听感 以外呢就变成这样的一种形式 就变成这个还是158度 但是呢这个就和前面的前奏有点区别 就不是这样 就是我们在唱的时候 弹唱的时候是不是跟圆曲一样这样来弹的 这样也更容易一些 然后到了副歌的时候呢 这个扫弦的律动感还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扫了完整的金弦 这个时候呢这个A 比如这个A的强五和弦 就变成了这个AM 然后F 强五是这样的 然后完整的就是这样的 F的大方案 然后C和弦 强五的C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强五和弦的指形呢都是一样的 然后C和弦我们这样 接下来G和弦 实际上呢就是四个和弦 只是在这个左手的按法上面有些区别 看起来像是八个 这首歌呢从前到后基本上就是这几个和弦 大家只要掌握了这种右手的运动规律 实际上这首歌从头至尾就可以完整的下来了 具体呢请朋友们参考乐谱 这里面我再慢一点来讲一下这个主歌 开始的时候就是第一段的主歌 这里面伴奏时候的这种右手的强五的这种音形 下 下 上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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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这样的 但是呢这里面有重音就是第一拍子是重音 然后第二拍的后半拍是重音 再加上第四拍的前半拍是重音是这样的 重的时候呢我们就扫的重音更加倾向低音的金弦 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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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感觉 这个四个拍子里面有三个重音 第一个重音在第一拍 第二个重音呢在第二拍的后半拍 第三个重音在这个第四拍 大家记住这样的一个重音就可以了 在这个副歌的时候乃至于下一段的这个主歌和副歌 这个扫弦重音都是这样的 只是扫了完整的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就是这样的重音大家可以听得出来 只是不同的和弦呢 左手的和弦不同 但是呢这个右手的运动规律呢就是这样的 这个歌呢也比较简单 但是呢大家在连续的用这相同的指形来按不同的和弦的时候呢 你这个时候这个手指可能会觉得有些疲劳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休息一下 然后慢慢再来练习 渐渐的增加你这个左手的这个指定 另外呢这首歌我选择用剥片来伴奏 这个剥片的拿法大家应该都有一些熟悉 然后用剥片来扫弦是这样的一种声音 如果完全扫和弦的话呢听起来这个剥片的声音也会声音比较统一 会比较统一这样的感觉 我们也可以用手指 你没有剥片的话就用食指 留一点点指甲是可以的 就是完全扫的话 声音呢有一点点不同 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呢 你可以用手指也可以用剥片 好的朋友们本节呢我们就到这里 下节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